哈喽,大家好,就说一下很有爱的储妹子 她呢,嗯,在纽约呢,有个实习就要开始工作 我呢,也刚刚毕业 她就跟我邀请我说,那你要不要一起来纽约 然后呢,我说好 然后呢,她就啥吧 嗯,自己呀,搞定了住房啊 她会去找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 合适的位置啊,交通啊,还有以后的发展啊 她还会跟别人砍价 她还会想到安全呀,合同的约束条件啊 嗯,包括押金 她会想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真的很辛苦去找那个房子 然后完全都不用我操心的 而且呢,让我意外的是她还说 那房子的布局我可以决定 就是,嗯,她真的很好 嗯 就是我完全都没有想到过会变成这样 嗯 我觉得自己特别的特别的幸运 嗯,能够遇到很多很多的好人 就是,我现在想一下 就是在我的世界里边 没有一个坏人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幸运的原因 因为 我实在是想的太少 然后居然还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好好地生存下来 我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 嗯,我非常地幸运地活在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里 嗯 嗯 然后呢,她不只是找房子嘛 除妹子啊 比如说找房子啊 还要付 嗯,要签合同啊 要付各种各样的 嗯 嗯 要有押金啊 然后还有一些 有没想不到的条件 但是呢,她都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这些风险 她跟我说你不用 你不用承担 我们就只要一个人来承担这些风险 她先一个人 嗯,把那些搞定 所以 嗯 我们会看到 嗯 怎么会有这么有爱的妹子 就是这个世界上 嗯 嗯 就是这样了 而且除妹子是啥吧 嗯 只是模特一样的身高 然后呢 非常的温柔 会照顾人 生活非常有品味 很 东西都很干净很整洁 嗯 然后呢,非常信守承诺 还积极进取 有的时候吧 有的时候吧 你会发现 嗯 好的人 很多方面 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好 嗯 嗯 嗯 我要向她学习 我们 一起加油 哦 然后呢 我们下期视频